唐三哥哥我给你拿汉堡来了,你快点吃吧,三哥你怎么不吃啊,什么情况,我的汉堡怎么被这个比东东吃了,比东东你不要吃了,我的汉堡不是给你准备的,这个臭比东东不仅吃了唐三哥哥的汉堡,还把唐三哥哥推到水里去了,刚刚小可爱跟我说了,原来是这个臭比东东,偷偷地和我们的三哥调换了位置,才导致三哥失败了被推进了水里。 我本以为三哥会生气的,没想到,善良的三哥没有生气,还告诉我,让我今天好好地努力赢得比赛,小五妹妹还在家里等着三哥赢得比赛,去夏威夷度假呢,怎么没有人给漂亮的小五妹妹送鲜花和胡萝卜呢,三哥你放心,这次我肯定不会认错了,肯定让你赢得比赛的冠军去和小五妹妹去度假,三哥你的汉堡来了快点吃吧,三哥三哥你的胃口也太大了, 才推进了一点点,你就别巴巴了,这么点汉堡根本就不够吃啊,三哥你等着我这次一定会收集非常多的汉堡给你吃的,我的天哪,什么情况,天上竟然掉下了很多的汉堡,三哥这下你可有口福了,这么多的汉堡一定可以让你吃得饱饱的,三哥三哥你的汉堡来了,你不要着急慢点吃,别噎着, 对了,如果你也喜欢玩这类游戏,点击左下角下载摸摸鱼,搜索吃货推推推,就可以玩了,快看呢,三哥吃完汉堡,直接把笔冬冬推进了水里